今天节目一开始 咱先带您念个东北词 堆随 我一提这词 咱东北人保证都听过吧 那堆随这词具体是啥意思呢 您能说上来不 来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是这样事的不 你这不干活 给这一堆干啥呀 哎 累了 谢谢老师了 再说这大厦别 你穿这东西 这羽绒服还抱个抱怨 我还穿半年袖 我得劲 什么 什么 得劲 你说话大点行没 这不被电 我都听不着了 给劲 玩话 你这说话声音也太小了 这这赶上都要窝沙发里去了 哎呀 让我在这堆一会儿 我一会儿就去干活 您看这堆随这个劲 是这样事的不 表示啊 一个人没有尖气神 他软成一堆的意思 您琢磨琢磨 回忆回忆 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跟您说啊 您可别不把这堆随当回事 好除那些主观上 就比较懒的朋友哈 那要是就是这种堆碎的朋友 长期任期发展 这样不顾的话 你看力差呀 心脏丘瓦疾病呀 都容易找上门 那这些堆碎人 到底是咋回事呢 就该怎么让 其实不想堆碎的堆碎人 重新支撑起来呢 好 健康一身轻 越看越年轻 好终于好终于好终于好 就选白草一兽 这里是由白草一兽中药房 独家观众播出的 健康一身轻 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 是大家伙熟悉的 终于专家古松老师 欢迎古老师 欢迎 大家好 我们今天坐着 在网络端口的 依旧是盈盈 嗨 大家好 您可别忘了 在我们节目录制的过程中 还会进行网络的直播 欢迎随时跟我们互动 说一个人啊 甭管天多热 都给自个儿捂的得多 是吧 说话有气无力的 哎呀 我那个鸡脚干 晚上那一待呀 就那么一堆一碎 就像一堆衣服 普那儿来似的 您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别说身边吧 我觉得就是连我在家都是 平时呢 基本上就特别愿意 往这个沙发上一堆 之后呢 包括其实咱东北话里边 还有一个词叫 在外 他俩也是异曲同工的 你这话说的真的是 东北话每个时机都听不懂 然后但是呢 我们直播间朋友 就是能guide到 咱刚才说这个 对于碎这个事 这位叫冰兔子的朋友说 这说的不就是我老公吗 回家往沙发上一探 五个倍 让他干啥都吵吵泪 而且呢 跟他说话这个费劲呢 那声小的 永远听不清他说的是啥 小小太阳花又说了 我有个同事就是这样 他又是说点啥 那声音真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经常都听不到 他最后一个字 说的是啥 他这光位呢 还是靠着墙的 他真的是往墙角 那么一堆一堆 真的感觉 他都是要堆到地底下去的 听大伙形容的这些形容词 你包括什么 怕冷穿得多 说话声音小 有气无力总觉得累 我这个健康小雷达 就开始搜索起来了 这个堆罪人 是不是因为气虚呢 没错 就是气虚 气虚 大伙都常听这个词 那气虚为啥是这个阵狂 我们说气虚 这个人的能量就不足 能量不足 他的各种功能就下降 各种功能下降 给人一种感觉 罚 累 没有劲 但是干什么事 干什么事 他能量不足 他就是没有劲 不管你干什么 你要思考点问题 思考一会儿他累了 干一会儿 干会儿活累了 走路 走路累了 吃饭 吃到半道 累了 干什么事 他都累 这就是一种能量不足 这个物质的功能下降的表现 这事咱堆一碎人 你不能老让他堆一碎 那得让脂肪上解雷 我认识这事咱堆一碎人